擀麵團還要注意火候 廚師專注處理每道步驟 2016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 來自八國96位廚師平廚藝 16號舉辦創意料理的競賽 有多年料理經驗的阿美族廚師 陳耀宗表示壓力相當大 來參加比賽 就看到這麼多的高手運輯 真的很像戰場那麼緊張 不過其實這次來比賽的心態 其實是抱著一種多看多學 多吸收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也是一個交流 創意料理組有22組參加 其中有三位族人參賽 不只造型比創意 在味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有族人拿出葛玉筋 大葉甜香草 赤蔥等部落食材 讓評審體驗來自部落的味道 這一次比賽的話 我是以我們少主那邊 當地的一些原住民食材 像赤蔥 一些梅子 下去搭配我們的這些 他指定的料理 做一些創意 我在那個我的甜點上面 我就使用了不同族群的食材 那有關小米 然後還有已經不常見 就是沒有在使用的液晶 對 它是有顆粒的 那大葉甜香草 它其實就是做酒釀 如果從眾多廚師中獲得評審青睞 總評審長提出口感 衛生擺盤都會納入評分 明顯的就是年輕的廚師的基本功還沒有做好 這次也可以借鑒國外的選手 他們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在這次比賽之上裡面 分享給我們台灣的廚師 2016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 評審結果會在晚間八點後公佈 不過評審長提到 比賽不只是分輸贏 主要是讓年輕廚師有表演舞台 透過國際交流學習經驗 記者那麼大叫台北市採訪報導